大货车冲出了高速公路的护栏 车头掉在半空中摇摇欲坠 人还在车里头 云堤车升空救人 驾驶意识清醒 在消防队员的搀扶下爬了出来 他悬在半空中动弹不得 因为油管破裂 淋到黑油全身黑漆漆 意外发生在清晨六点多 彰化系统交流道 撕掉大货车从国道一号北上方向 要转到国道三号 在转弯扎道撞破了护栏 车头冲出去 大货车在国道一号北上扎道 但是车头悬在南下车道的半空中 两边都紧急封闭 正值上班交通尖峰期 车流严重轨堵 彰化和台中消防人员赶往救援 得先防止车头坠落 先用掉臂车固定 另外出动了云梯车升空 消防队员确认驾驶清醒 避免增加车头的重量 让他自行移动出来 悬控一个半小时获救 大货车怎么会冲出国道 事故遭到转弯处 疑似车速过快失控 详细原因有待厘清 交通路况部分 北上扎道8点多回复通行 南下主线 从193k塞到187k回堵6公里 排除事故之后 10点开放回复通车 42岁的谢姓男子右脚封闭性骨折 而多处擦缩伤 伤势没有大碍 但是这惊恐指数破表 TBS新闻 陈志冗无数评 张华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